好 刚才我们讲到什么呢 就是电流源这种东西啊 产生的磁场啊 它的这个对闭合回路 闭合曲面的这个通量总是等于零 意思说呢 它实际上是电流源产生磁场 它是无源场 可是呢 如果你这个很多人是这样想 电磁学学完了以后 大家想电场和磁场好像是 有点对称的那种关系 那么电有电荷 磁为什么没有磁盒啊 他就有这种想法 那这种想法不光是 所有就是接触过电磁学的人 都会有这种想法 对吧 那最早的时候呢 就是狄拉克呢 就是从这个电磁学和量子力学出发 他就 他就真的证明出来 证明出来什么呢 理论上应该有磁碳机子的 他那个时期大概是1931年吧 好像那个时候做的一个论文 所以你觉得 电厂应该有电荷 磁场当然也得有磁盒了 可是不好证明 所以他当时用理论证明 证明还连带证明出来这么个东西 就是说电荷和磁盒存在一起是 这个叫普朗克常数 普朗克常数的整数倍 这一整数倍的话 如果你把这个电荷等于这个东西除以Qm的话 那相当于你就知道了 我们知道自然界电荷是一个电子 两个电子 三个电子 没有三分之一电子 二分之一电子 所以这个为什么电荷 它是整数化的 这一点呢 就可以 理论上可以说明了 是不是 当然你反过来你可以说磁盒也可以是一个磁盒 两个磁盒 因为你把这个电荷除过来的话 不就也是N倍的吗 是吧 所以它这个东西可以解释电子 电荷量子化的问题 另外你它也可以计算出来 这个磁盘级的质量呢 太大了 这个质量为什么大呢 磁的负11次方克 当然比PMR2.5还是要小的 对不对 但不是说跟它比 而是说跟这个直指的质量比是大很多的 所以它是很重的东西 不是小的东西 明白这是什么 我们实验室里边 如果你想通过加速器 能量可以达到多少呢 现在可能大概能达到T电子伏特 10的12次方 10的13次方电子伏特 我记不太准了一下 大概是这个量级的 10的12次方电子伏特 就是10的60次方照电子伏特 或者是10的70次方照电子伏特 像这种 那比起 因为直指的质量就是一个G电子伏特 再乘成10的16次方 你实验室上通过加速那个能量 达不到产生一个磁碳机子的能量 根本达不到 所以你怎么办呢 假如说真有的话 你也实验室里是肯定是照不出来的 所以没有别的办法 只有从宇宙射线找 宇宙射线找 手足带兔 就等着天上掉下来 那他掉下来方法很简单 就是假如说搞一个操岛线圈 你就搁在那 假如说有一个磁碳机子从那经过了 那他就也会 他可以计算出来 他有一个这样的电流跳跃 然后他们就很多人就 你就把这个实验就放在那 就等着 是吧 他反正不飞这放在那就行了 他有一次很兴奋的 他们斯坦福大学 他们1982年 他们宣布 说看见了 有一个刚好那个电流 刚好是这个 就是刚好有一只什么东西 就从那冲过去了 然后这个电流跳跃 刚好是这个 记录下来 这不是看见斯坦基人吗 但是他一看见 别人都想看 是也挂了很多笼 你知道吗 很多笼子 等着那个兔子跳进来 对吧 但是没有人看得见 他自己也看不见 只有这一次 所以这也就不了了之 所以到现在为止 你还不敢肯定说 有没有 可能就没有吧 可能就这样 但是有了 有了也没什么大不了 有人说一有 你这个电磁学 咱们的磁场不是高时定义等于零吗 那就不对了 是不是 但是其实没那么严重 因为 其实有也是偶然从天上掉下来一次 除了那个地方以外 其他地方都等于零对吧 所以不影响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从理论上的意义来说 这个是非常大的 就是有磁单极和不存在磁单极 在理论上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我们对世界的认知不一样 这世界到底是有磁核还没磁核 这点是 这完全不一样子 那么我们除了考察磁场的通量特性以外 当然我们要完整理解磁场特性的话 我们还得考论 它的环量特性 对不对 环路特性 就环量 研究环量 在看环量之前 我想因为我想 我既然把这个实验 演示实验推进来了 我们先看一下 就是我们上堂课说 奥斯特实验发现什么呢 发现这个电流产生源 产生磁场 那电流产生的磁场 跟那个磁 泳磁底的磁场 应该大致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 电流的一些其他的磁效应 你比如说 我们现在说 你像这个是铁 对不对 这是泳磁铁 所以它你一粘 它就可以粘住了 对不对 同意吗 它是可以吸铁 对不对 那现在这个 这个是 这个是线圈 这中间放了一个 这是铁棍 对吧 那这个没有吸引力 看出没有 这个是没有吸引力的 同意吗 但是如果你加上电流的话 现在比如说 我现在 马上就吸过去了 对不对 马上吸过去 对不对 所以这个效果呢 就是线圈 中间加上铁 铁锅的效果 和你这个 这效果是一样的 泳磁底效果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从这里 你心里再相信 池确实是电流产生的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 把电流放小了对吧 然后呢 加到这一端的话呢 那实际上这个线圈 也同时可以接上电 可以接上电 这样的话呢 实际上是 这是线圈 这也是线圈 那如果同时通商电的话 线圈和那泳磁铁是差不多的 这个线圈跟泳磁铁差不多的 这两个不就是有可能排斥 有可能吸引 对不对 就看电流方向了 是不是 因为泳磁铁之间也是可以 如果N级和N级对上 它就是排斥 如果N级和S级对上 不是吸引吗 所以在这里面你也可以看到 不过我在这里面有个开关 这个按这个 就表示电流方向是这样的 如果我把这个打到这 那就是排斥的 你搁过来 它也是排出去的 你搁过来 它是排出去的 对吧 如果搁到反方向呢 吸过来的 是这样的 还有一个演示实验值得看的呢 就是说 直线电流之间呢 它也是有相互作用 这是两个直线电流 现在你看这个电流是怎么连的呢 正极 从这 正极 这是负极 所以正极这么过来 连起来了 然后负极连起来了 是并连 所以电流方向是 电流方向是这样的 是不是 因为从正极流向负极 是不是 电流方向是这样的 那么 我现在 这次是处罚开关 一按的话 它这个电流就通了 这时候你就可以看见 它们之间是 吸引 同向电流的时候 它们是吸引的 对吧 OK吗 明显的 是不是 同向电流 如果我给它反过来呢 反过来的话 我当然这个线不能这么接了 是不是 所以 如果这样接的话 这正极进去 从这上来 然后回来 到这来 就是串联嘛 串联的话 这个电流方向相反了 对吧 电流方向相反的时候 它们俩如果说 比如说我可以把它靠在一起 排斥 是不是 明显的效果 你看放在一起 这个不是排斥 因为这是 你的重力角度 什么的 这个是平衡位置的 然后 马上排斥 是不是 电流方向相反的话 相次 电流方向相同的话 它们就相吸 那这个效果呢 实际上是 你可以通过 比萨拉定理 然后呢 再通过我们后边要讲的 安培 安培力的那个定理 你就可以 这个 理解这个现象 好 演示实验先 做到这 下面呢 咱们又回到这个课堂内容 接着讲 讨论一下 这个磁场的环路特性 对吧 那 磁场的这种 它的环量应该是什么呢 那我们先把它的这个环量啊 先给出来 它的定理 它是这样的 就是说 在一个磁场当中 如果磁感强度B的话 这个B可以不一定是均匀的 不一定到处都一样 随便有个分布 那这个时候呢 沿着某一个 B和环路的现积分 等于穿过它 该环路所有电流 带数额的μ0 倍 也就是把它写成这个 环路定理是这样的 就是磁场的环路定理 是乘上μ0 乘上这个I 这个I是 穿过这个环路的 那个电流带数盒 后边我会稍微解释一下 不过在这之前呢 我先说一下 既然它是不等于0的 因为我们说过 电厂里边 因为电视 电的电厂的环路定理 就是说 静电厂中 环路积分总是 环量总是等于0 对吧 所以才可以引入一个 电视这个量 电视差是这么引入的 同意吧 它必须等于0 才能引入电视差 不等于0是不能引入的 那这里面它是等不等于0 所以你就不会有什么呢 磁场 磁感强度没有标量式 比如说磁势 什么这种话 这是不对的 从概念上 但是 你在有些书上 会找到一些磁势 那种东西 但是那个是另外一个模型 假设有磁合什么之类的 然后就会有磁势什么的 但是它都从数学上是没错的 就是它可以解决问题 数学上没错 但是道理上不对 是吧 所以我们上课的那种 我们现在上课讲的内容 不是用那一套东西讲 我们讲这一套 就是正如八经 它是电流产生的 我们不说它有磁合什么 那电流产生的 它的这个环量不等于0 它不能有标量式 不能有磁势这个东西 这样 好 下面呢 我们先稍微说明一下 这旁边这个电流I 这什么东西 假如说现在 你这个有一个环量 环量就是环路 有一个闭合回路 那绕它的积分是什么呢 就是6.0乘生 右车这个电流I 所以这个I是什么呢 I是 你以这个闭合回路啊 做一个面 就是你闭合回路 作为边界 做一个面 这个面是可以随便的 你知道吗 就随便这个面 就相当于口袋 就是以这个封口 作为封口 然后有个口袋面 知道这是什么 就是边界是这个环路 然后那个以这个环路上面 随便搞一个面 那你这个电流是什么呢 穿过这个面的 穿透啊 穿透这个面的 那些电流的代数合 代数合的意思 有正有负 对不对 什么时候正 什么时候负呢 你以这个环路的环形方向 右手螺旋 做 右手螺旋的方向 如果是你按照 这个右手螺旋的方向 穿过这个面的话 那是正的 以右手螺旋的方向 相反的 那个穿过这个面的话 那就是负的 所以你对这个 具体的问题来说 这是电流I1 是这么穿过去的 I2是这么穿过来的 右手螺旋方向 是这个方向 所以这个 对这个问题来说 它是等于什么呢 应该等于 μ0乘上 I1减去I2 对吧 清楚这意思吗 这里边这个电流 是怎么 什么意思 这清楚了吗 没问题吧 就是 它是这么搞的 现在你既然说 你这个面呢 这口袋面是 可以认取 你到底是 这么取呢 还是那么取呢 任意的 你比如说 我又取一个面 假如说是这么取 这个不是有一个 小的I3吗 我现在刚好 这个面呢 是穿过它的 那你算出来的 这个积分 这个积分是 穿过某个面的 那个电流的代数盒 是吧 层上没有零 那你现在 穿过这红线的 只有I1 I2 穿过这绿线的 除了I1 I2 还有I3呢 那结果应该 一样才行 是不是 是不是一样呢 因为你在这里面 你一看 穿过这个面 I3来说 是 I3总是 闭合回路 所以进取 出来 一正一副 抵消 没有了 所以 结果还是一样的 清楚了吧 所以你实际上 这个环路定理里面 计算的时候 实际上 这环路是 随便哪个环路 它是环路 是有方向的 第一人是 沿着那方向走 那个积分是什么呢 是右侧 结果是 牛灵层上 穿过 以这个 环路为边界的 那个面 随便面 这口袋面 是随便做的 然后右手 螺旋方向为正 这么穿过去正 反过来穿过去 复 就完了 就这样 好 下面呢 我给出给你们 一个证明 这个证明呢 我现在事先说 你听好 我现在下面 开始这个证明 不一定 你容易听懂 不一定容易听懂 但是这个证明呢 非常简练 数学上非常好 所以呢 我讲 讲完了之后 你就听懂最好 没听懂 但是我觉得 如果你好好听的话 根据思路听的话 有可能就听懂了 也不是很难 看看啊 证明啊 这么证明 现在有一个电流环 看见没有 我画一个环路积分 看懂了吗 环路就 我磁场原则是这么转 同意吗 所以我要证明的是 这个东西 等于什么 μ0i啊 什么这种东西 现在只有这一个环路啊 注意 当然如果说 我这个环路 一个环路的情况 证明完了的话 N个环路情况 是不是都证明了 叠加原理 对不对 没问题 所以这一个就行了 现在我在这里面画的是什么呢 这个电流环和这个东西 没套在一起的 就是说 我这个面呢 它穿也好 不穿也好 穿都是进来出去 不穿的话呢 反正就不穿 反正等于0 是不是 所以这个积分 对这个问题来说 它应该等于0的 对不对 就是结果 我怎么证明呢 现在 我先证明啊 你看啊 在这个电流环里面 给出一个电流源 这个电流源是 IDLE 看见没有 DLE 它在这个地方 AZ的环路上的磁场 我得知道吧 产生的磁场 B 是等于多少呢 比萨拉定律 看见没有 比萨拉定律 乘上DL DL是沿着这个转圈 这点得知道了 这点知道了 这得 把它加起来 不就是积分吗 这个L1的积分呢 是 把每个电流源 对它的贡献 看见没有 通通加起来 就是 关于L1的这部分 就这部分 清楚吗 这个 这部分就是 所有电流环 在这产生的磁场的叠加 对不对 然后你这DL一层 注意这个有个负好 怎么回事 看懂了吗 看懂了 是不是 因为我这R是这样画的 对不对 定力里面电流是 R是这样的 所以现在是这样 我把这个东西 再把它 把这个常量提出来 然后 把 这种公式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就是说 就是 A X B 点上 C 等于什么呢 这个 很容易记 把这个弄进去 把这个挤出来 A挤出来 B X C 对不对 这个点是可以换的 A可以换到后边 点击是没有什么正负的 是不是 拿这个公式 你把那个东西一看 就变成 下面 这个就变成这个了 可是这个呢 是什么东西呢 你看看 我把这个DL 画到这来 可是 这是负DL 这不是 这不是负DL吗 所以你反过来画了 所以 负DL和DL 这放在一起 它俩的差距是什么呢 差距 就是这个小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然后它那有个方向 这是面圆 同意吗 这个小面圆 点上这个R的方向 除以R平方 就是这个小片 对A这一点所张的立体角 同意吗 这是我们讲过的 是不是 这一小片 它对它长的立体角 现在你这个是干什么呢 你这个立体角 对L1的积分的意思是 加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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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 对不对 所以你这种东西 转一圈的时候 有多少呢 相当于你每一个 都有一个负DL 每一个都有负DL 相当于你把这个电流环 往这个负DL一起 负DL一下的 就变成了虚线 看见没有 那这个负DL一下 有个虚线 那么实线和虚线 就一个带子 是不是 这个 这一小片加起来 就是这些带子 这个带子 整个对它 所张的立体角 就是这个积分 同意吗 就是这样 那现在 我这个带子积分 因为这是立体角 所以带子的立体角 我可以把它写成 对A点所张的 带子的立体角 可是对L的积分 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A点 现在 下一步 我下一步积分到 下一点 再搞这个D 再搞一个 实线和虚线之间带子 再走一步 实线和虚线之间带子 它们的立体角 加加加 因为这个 这不是加法吗 所以加加加加 加起来最后结果 就是总的这个结果了 可是这个带子的 这个立体角 我可以把它想成什么呢 我可以想成是这样的 我可以做个帽子 就是实线这个边 做个帽子 通过虚线 所以那个带子 那个带子的那个面积 可以是什么呢 是这个 以这个为环 这个边界 这个帽子 帽子上的面积 减去 这个虚线帽子上的面积 不就变成帽檐上的面积 就是那带子上的面积了吗 所以你刚才说 带子对这点 所张的立体角 你可以是什么呢 可以是这个环的那个帽子 和这个虚线的帽子的 两个立体角的差 对不对 就这个意思 所以你现在变成了 两个实线帽子和虚线帽子 对A的张的立体角的差 就是这个第一步 这个D omega 是不是 你求和不是一步一步走吗 下一步跑到B了 对不对 对B同样有这种东西 对不对 B也得是这个 对不对 到C了呢 也得有这个 对不对 一步一步都是这个 对不对 但是你考察考察 A虚线 A虚线 虚线这个 虚线这个环 对这个A 虚线这个环 上面有个面积 对A所张的立体角 和实线对B 所张的立体角 这是一回事 你看怎么是一回事 你看啊 A从A到B是第二的移动 虚线是从实线第二的移动 所以你这个B对实线 是等于整体B和那个实线一起 复原了一下就变成了A核续线 同意吗 所以这个是等于这个的 所以你这个加加加就变成了会抵消的对不对 所以你现在 你这个帽子加 我加加加就变成了实际上是每一个加法 是抵消 抵消 一直抵消 对不对 最后还剩下一个 剩下 它转圈转到最后也来了 离它 DL那个地方有个A一撇 对不对 于是它就变成了什么呢 最后还剩下一个 最后应该 最后是有个虚的 有个留下 A一撇虚线的 对不对 留下来了 可是A实线和虚线对A一撇 又是整体平移DL的效果 所以这又等于0 这不大连的话 这等于0 所以假如这个 B和曲线的积分的环路 和电流环不套连的话 这个就等于0 同意了吗 这个好懂 是不是 这个还是比较好懂的 稍微下面可能难一点 套连的情况 套在一起的时候呢 和刚才做法是一样的 同意吗 就是还是 这套在一起 我也是从A开始出发 然后刚才那个做 做的时候 我不是有一个实线 然后负DL 负DL有个虚线吗 记得吗 负DL有个虚线 对不对 你看刚才我做的时候 你看 就是 就这 你看 实线 还有负DL方向 有个虚线 对不对 这个也是一样的 这个 套连不套连 这些都是一样的 就是说 你也有个虚线 这个地方 然后你这个东西呢 开始加加加加加加 跟刚才是一样的 就是你加加加加加加 最后剩下什么呢 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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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回来了 实现对这A一点所张的立体角 和最后变成那个虚线对A一别所张的立体角 你明白这双 转回来了 转回来以后 剩下这两个等于多少呢 现在是这样 我们来看一看 你往这这么转转转走的时候 回来的时候 你发现从侧面看的话 假如说这个实线所张的面 是这个面 虚线所张的面 是这个面 你从这走走走走的时候 A是从这一侧出发的吗 不是 A不是从这开始 DR走的吗 是不是 你知道吗 往这走吗 DR走 转转转转转回来回来 从这回来了 背面来了是不是 所以现在 这个面对A所张的立体角 减去这个虚面对A一别张的立体角 这个值等于多少呢 现在就变成这个问题了 对吧 只不过在A一别呢 跑到最后背面来了 现在实际上你积分的时候 我们加法 DR这个东西是无穷小量 同意吗 像是很小很小的 所以实际上大致是最后结果是 A一别对它的这个张立体角 和A这个实线虚线几乎是很靠近的 实际上就变成了什么呢 有一个面 它从这出发到背面来了 这一面对它的立体角减去 这一面对它的立体角 实际上这个问题 同样问题 同意吗 这是一样的 对吧 你看这两个 因为这两个很靠近嘛 就是一样的 现在问题 这个等于多少呢 这个你看啊 我在这里面画一个辅助线 画一个辅助线 所以 这个B和曲面对A一别张的立体角 等于多少啊 零 学过的 它在B和曲面的外边 对不对 甭管它多靠近 它在外边 它等于零啊 意思是说 这个东西对A一别所张的立体角啊 它的负值是等于 这个面 绿线 绿这个面 对A一别所张的立体角 因为 这个加 这个是等于零啊 是不是 所以 这部分呢 就是等于负的这部分 听懂了 可是 这个绿的对A一别所张的立体角 和对A所张的立体角 它俩是一回事 因为它俩很靠近嘛 同意吗 所以说 这个加 这个就变成了 红的这个面 和绿的这个面 对这个A一别所张的立体角 那我们知道的 是一个B和曲面 对里边的某一点张的立体角 等于失派 所以它就是等于失派了 它等于失派的话 把它带住到这里边 你就不是变成mulingi了吗 所以这样套联的情况下 它是等于mulingi的 这个套联 你看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 电流的那个 就是 这个 B和环路的右手螺旋方向 和电流穿的那个方向 是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正的mulingi 当然对了 假如说 你这个环路方向 反方向了 反方向了 不是B和方向是这个样的嘛 对不对 那结果应该是负的muling 对不对 那个当然很容易了 因为你反方向的话 这个Dr就变成负的了 当然就出来一个负的 对不对 同意吧 所以这个 积分路径反向了 那它就负好了 所以刚才我们说 如果这两个B和回路 和电流环 不套联 它等于零 套联的话 根据右手螺旋 它就等于mulingi 这不就正完了吗 那如果很多电流环呢 叠加原理 多个电流环 根据叠加原理 也正完了 所以这环路定理就正完了 清楚了吗 我希望大家能听懂 这个 这个是我比较得意的地方 为什么呢 这是我今天上午 想出来的方法 你不信 你看那个刻价 以前不是这样的 对不对 就这样讲 我觉得可能会清楚 以前讲 那么讲 学生老是听不懂 从这边看 和B面过来 它俩应该是四派 这点呢 不是很清楚 现在你这么讲的时候 好清楚 但实际上 那个讲法是什么呢 从这边 如果你看 如果是你把它 一个想象的平面的话 这面是二派 这面反过来了 不是负二派吗 二派减去负二派 不就等于四派吗 也是一样的结果 清楚了吗 好 不管怎么说 反正这证明呢 就是这个 我觉得这证明是非常漂亮的 这个证明 你可以再看那个赵凯华先生 那个新概念 那个电子学 跟着差不多的证明 非常好 我觉得那个证明特别好 所以我每次讲 因为这里边 这里边有一个什么东西 我特别喜欢 而且我希望转达给大家 就是这里边 你看这个东西 数学实际上是什么 是一个几何 看见没有 这是一个几何 实际上是 所以电子学说到底 实际上是数学用的是几何 高时定理 环路定量 它是一个几何的特性 就这两个环是套在一起 还没套在一起 不一样 对不对 你闭合回路 闭合回路 它是包围了这个电荷呢 还是没包围电荷呢 它来又不一样 几何特性 这是电子学里边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但是这个概念呢 在书包里边呢 说不清楚 你知道吗 这是数学里边 它是属于那种 叫做跟几何密切相连的 如果以后你们学几何的话 你知道高时定理啊 这些东西属于是 数学里面几何那个分子 对 好 下面呢 我们就可以啊 利用安倍环路定理啊 在这个 对有些特殊对称性的 这种电路分布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安倍环路定理计算场 静电场的时候 我们是用高时定理算场 记得吗 那个时候环路定理算不了场 为什么环路定理到处都 等于零啊 环路一下就等于零 没什么用作 在这里面正好相反 高时定理 B的高时定理 到处都等于零 你怎么用得着呢 到处都等于零 不管什么时候都等于零 所以你用不了 你算不了场 但是环路定理呢 是跟这个电流套在 套还是不套 这些东西 它是不是有区别吗 所以有的时候 它就对于有些对称性的情况下 你就可以用环路定理 把那个电场 把那磁场 磁感强度 可以算出来 这样 所以你必须对称分布的 你要想用这个环路定理 算磁场的条件 就是它对称性的意思是 你这个环 这个转圈的时候 你得想办法 能把B从积分号里面 提到外面来 是不是 就是环上那个磁场 大小都得一样 提到外面来 你才能把它算出来 所以它有必须 有一定的对称性要求 另外呢 对这个有些的时候啊 就是说 因为磁场是电流产生的 如果电流的分布 具有某种对称性的话 那磁场就有某种对称性 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你在用环路定理之前 如果电流分布 是有一定对称性的话 你先拿对称性 可以判断 它磁场是什么方向的 大概是大小 是在什么地方 应该是一样的 然后你就可以用环路定理 把它做出来 那这个时候 比较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 考虑对称性的时候啊 我们要考虑到磁场是轴死量 就是厌死量 就是你上磁场的时候 你记得比萨拉定理 给出的磁场什么东西呢 第一 X上R什么东西 这个死量 你记得跟力学里面 什么东西差不多 你比如说角动量 RXP 力矩RXF 是不是 跟这些东西都差不多 所以属于它是轴死量 或者厌死量 它们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它们跟极死量 有最大的区别是 镜像对称性不一样 极死量镜像对称性啊 就假如说镜像对称性 就不变性啊 在镜子照下 这个极死量会怎么变 镜子里边 它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就相当于这样 镜像对称性是 那极死量 就是相当于一个真正的死量 所以我们说 你在这里面 极死量 如果是死量是这样的 那这个镜子里面就这样的 如果死量是这样的 镜子里面是这样的 这极死量 你怎么知道呢 你比如说像速度 动量 这些东西都是极死量 对吧 速度这些东西啊 都相当于什么呢 真的有粒子 往这儿 粒子往这儿跑 那速度不是这个方向吗 同意吗 就粒子往这儿跑 是不是速度这个方向啊 那粒子往这儿跑的话 镜子里边 粒子是不是也往上跑啊 那它的方向 就是那个方向 不是说这个箭头 对着 那你不能想象 这有个箭头 那镜子里边 有什么镜头 是不是啊 不能这样 就是粒子这么走 那它也这么走 所以极死量是这样的 所以对于极死量说 你可以把那死量 想成什么呢 小箭头 那箭头这样 它就这样 箭头这样 它就这样 因为粒子往这儿跑 镜子里边 它就往那儿跑 是不是 所以这个镜像特点 是这样 镜像对冲性特点是这样 可是走死量就不是 假如说这里边 有个这个走死量 这是 镜子里边什么样子呢 你不能把这个 想成是那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箭头 你知道吗 你不能这么想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你假如说我想象 这是一个角度量 角度量什么意思呢 有个粒子这么转 这么转 就角度量 是不是 这么转 粒子这么转 这里边呢 你这么转 它就这么转 角度量是这样的 所以它是这样的 反过来 粒子是这么转 那里边呢 你这么转 它也这么转 角度量还是这个方向 所以走死量的镜像特点 是什么呢 平行于镜面的那些 走死量啊 它是相反的 垂直于这镜面的呢 是同向的 是这么一个对 对对对 对相性特点 因为它是跟 那右手螺旋有关系 是吧 那这个对这个 对相性判断呢 非常非常重要 哦 你比如说啊 我们下面讲这个 长子导线电流周围的 磁感强度怎么算呢 当然 你根据那个 比萨拉定律 本来比萨拉定律说 一个小电流源产生的 磁场不就是 同行环吗 那说 这个无限长的磁线 就是 无限多个 这个小电流源 那都是同行环 那就同行环 对不对 所以它的磁场是同行环 这没问题 可是我在这里边 就想大家 对对对称性啊 留下的印象 以后你对对称性啊 这种东西以后 我觉得这个 这个对你们有好处 对称性 因为在物理学里面 非常非常重要 极其重要 所以呢 我想 在这里边 如果我们超越 比萨拉定律 没有比萨拉定律 你根据这个 对称性能判断 这里边的电流 磁场也是通行环吗 马上能 对 马上能 那个 这个证明 是吧 根据电流 轴面 镜向对称性 如果电流是这样的话 那 镜子 随便有一个镜子 穿过这个电流的 电流的那个镜子 是不是镜向对称的 电流是 电流是不是镜向对称的 你看 电流是一根柜嘛 对不对 你镜子通过它 那 那当然 那镜子 两边 你假想这个电流是 也不是 真的不是一个 一个线 就是一个柱子 均匀分布 电流的柱子 那中间刚好 这是来一刀的话 来一个镜子的话 左边的电流和右边电流 不是呈镜向的吗 所以这就是镜向对称的 对不对 那如果镜向对称的话 磁场当然也是镜向对称 那磁场定向对称 你怎么知道 你根据什么呢 不是 磁场对称 根据磁场这个镜向对称 你马上就可以排磁什么呢 这里边 这样的磁场是不能有的 现在我在这里边 就是以这个为例子 给大家看 比如说这是电流线 对吧 你现在这样的磁场 这样的磁场不能有 因为这镜子是这样的 明白这什么 那如果是 这个地方有这样的磁场的话 这个镜子 它的镜向是这个 这边 同意吗 那如果是无限靠近的话 在这镜向下 又是这样 又是这样 那当然就 那只能等于零 对不对 同样的 除了这样的磁场以外 你还给这样的磁场也不能有 假如说有这样的磁场的话 跟镜向 这是镜向 对不对 那这次有一个这样的磁场 那它的镜向不是这样的吗 那当然也不行了 你知道和镜面平行的那些走矢量啊 经过镜上 它都是反过来的 它靠在一起的时候 如果它反过来 靠在一起 对称性的意思是 它既要这样 又要这样 不变嘛 不可能 只能等于零 所以剩下的 因为在柱坐标 对柱坐标这个体系里面 如果你想描述一个 一个矢量的话 它要么是这个J方向 要么是R方向 对不对 那这两个都没有了 那只剩下这环路方向 所以你这个磁场 只能是什么呢 环 环形的磁场 环形磁场 它是不是具有 因为环形磁场上的磁场 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呢 来刚才这个 对我给差点给忘了 下午我把这个 重新改了一下 就在这看 比手笔 我也要好多了 这是电流 从那上面看的话 这是镜子 那你这个地方 有这个镜像 不这个不行 对不对 这是电流啊 这个电流方向 那这是镜像 这个镜像是这个 这个也不行 所以只能是这个 是不是 只能是这个 刚改完了之后 给忘了 然后现在呢 这个是环形的 环形的根据 轴对称性 它不是有轴对称性吗 所以离它距离 一样远的那些磁场 大小 应该是一样大的 所以你这钻圈上的磁场 都是一样大的 你就知道了 然后你现在呢 假如说 我现在这时候 我用环路定理算的话 我知道这磁场 是这样形状 然后呢 这磁场到处怎么样呢 都是一样的 于是就算的时候 把币可以 因为他们这个方向 是跟DR方向一致 矢量点击变成标量成法 然后把币拿出来 然后它这个 转一圈积分是2πr 然后这个等于 μ0i中间 那个套 套的嘛 套了一个电流 是不是 μ0i 你就知道 币是等于这个 算出来了 这样 所以说 利用环路定理 你可以很简单的 计算出来 这磁场 这里面最重要的是 我想当大家 回去把这很熟熟的 把这个对称性 这些东西搞清楚 这样的话 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 我不知道会多么好 可是我相信这个东西好 所以我可以 我觉得总要强调的一点 另外一个呢 就是比如说螺旋管 无限长的螺旋管里面 磁场怎么算呢 螺旋管里面的磁场 假如这螺旋管是密绕的 密绕的必须是 然后N 然后总长是A 然后通过电流是I 这是密绕啊 很长的 是不是 那这里边的这个 我可不可以 利用环路定理算呢 是这样啊 那么你这个东西 你也可以根据 对称性分析 很容易分析出来是什么呢 分析出来 就是说这里边的磁场啊 都是 右手螺旋方向 然后都是 沿着轴向的 你可以分析出来 你怎么可以分析出来呢 随便假如说磁场是这个方向 那它就有三个分量 对不对 你们现在在这里边 给我看一看 哪两个分量是 比如说这个R分量 为什么不能有 能知道吗 就是这个分量是不能存在的 根据对称性 为什么呢 你说 如果有的话 你这样积一圈积起来 它就不是零了 积一圈 那通量就不是零了 通量啊 B的通量 B的通量啊 你如果有那个的话 它走对称吧 这样转一圈的话 它都应该是那个大小的 可不可以 就是这个不等于零 是不是啊 然后这个地方出去得少一点 这个地方进来得多一点 还等于零 那左右为什么又不一样呢 就是你说左右 为什么又不一样呢 左右应该也是一样的 为什么呢 就是说 实际上你的意思就是说 倒过来的意思 我可以换成另一句话 我在这搁一个镜子 这两边一样 行吗 因为什么呢 你密扰的话呀 你这个螺旋管子啊 可以想成什么呢 一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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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边也是一圈一圈一圈 那这样中间有个镜子的话 这边有个圈 那边有个圈 这边有个圈 那边有个圈 是不是镜像对称的 是不是啊 电力分布镜像对称 然后呢 然后这个知道了吗 平行对不对 平行它这个是 和这个镜面 不是平行的那矢量吗 所以这个five也不能有 对不对 只剩下垂直的那分量才有 对不对 所以只能有这方向 对吧 回去你可以自己弄一弄 那如果只有这个方向的话呢 就是说这里边磁场是平平行的 只有这个方向 那不都是平行吗 平行的里边要是没有电流的话 它就变成均匀磁场 你怎么做呢 这个你看这个 假如说我们搞一个小巨型 老一套啊 小巨型 那这个很短呢 所以环络积分等于零 对不对 里边没有电流 所以这个和这个应该一样 同意吗 搞一个小扁的 那侧面没有 只有进来的和出来的 那这两个应该一样 所以里边的磁场就应该是均匀的 均匀的话 等于多少我不知道 但是你看这个 就这样啊 下面那个 还有一部分还没讲完 今天课就到此后